壁 2 少主 我這一次呢 變身大作戰 已經沒有要瘦身了 沒有要瘦身 對 那變身大作戰還能變什麼 就是一個挑戰自己 蜕變 對 現在要 美人魚 沒有要變美人魚 對就是呢 在10月份我要參加一個三鐵比賽 那三鐵大家都知道會有包含游泳這個項目 我是完全完全不會游泳之外 我非常怕水 所以這一次呢 要參加三鐵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對希望就是人生無所畏懼 這次成功了以後 就是以後看到什麼都不害怕了 教練呢 就是有幫我安排了要上游泳課 那平常也要去練習 但最近就是 有在停水 所以也讓我有點困擾 不知道要怎麼辦 不過還好某一些縣市可能還沒有停水 所以找時間就是我們會先去那邊游 然後等中部地區這邊恢復 就是供應水的時候我們再衝刺一下 為了這場訓練 對 南北一直在跑 對南北跑 然後平常又要去做戶外訓練 就是游泳 不是不是 就是那個騎他車跑步 然後還有室內的就是健身房 為了要適應外面的活動 對 那我想要藉由就是這一次的一個比賽過程 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是很喜歡就是戶外運動的人 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你也可以來健身房做一些什麼樣的訓練 而且我們這次的教練是請一個 對於訓練三鐵比賽選手的 非常有經驗的一個教練 所以呢我們會拍成影片 大家要準時收看 好 這個是你4月1號今天 測量出來的Inbody 對 如果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你的體重現在是56.2公斤 那基本上以你的身高167公斤 其實這體重 我個人啦 我個人是覺得它是一個 滿不錯的一個體重 以Nail身高來說的話 這個體重數其實是還滿不錯的 那最主要的問題是它身體裡面的比例 就是肌肉跟體脂肪的比例 是不太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 以這個數據來說的話 因把你測量出來 你的肌肉量 可以稍微再增加上來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要做三鐵訓練 是 聽說就是這樣子的話 肌肉量會變少這種話 訓練不會讓肌肉量變少 而是說你做這個三鐵訓練 因為它是比較屬於所謂肌耐力的訓練 它跟肌力 爆發力 肌肥大 這些訓練其實都不太一樣 對馬拉松選手 或者是這個田徑選手 好長跑的是不是都會比較 身形會比較稍微瘦 但是很結實 精實 皮脂肪很低 然後這個 皮脂肪很低 那它跟健美選手 健體選手 他們那個身材又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說肌肉量會減少 其實它所謂的減少應該是說 它不會增加的這麼多 因為你的訓練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現在是 主要是降低脂肪嗎 不是 你現在的情況是 我要先讓你的肌肉量先往上增加 所以前面的訓練呢 它還是會比較跟肌肉量增加的訓練 會比較有一點關係 然後等到肌肉量提升上來了 在提升的過程當中 皮脂肪自然而然 稍微會下降 因為你會控制你的飲食嘛 你的訓練量會提升嘛 你的皮脂肪自然而然 它也會下降 那個比例開始就會有一些變化 那等到肌肉量增加上來 因為你現在 我就帶你去做肌耐力的訓練來說的話 對你來說會強度有點強 因為肌肉量比較不足夠的原因 所以我們把肌肉量增加上來 你的肌耐力也會提升 那再來去做肌肌拉長的訓練 比如說長跑騎腳踏車 甚至於游泳都會比較有幫助性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的是深蹲 槓鈴深蹲 那做槓鈴深蹲這個動作最主要 它能夠幫助你在三鐵上面 譬如說我們三鐵不是有一個項目是騎腳踏車 那騎車的時候呢 腳踏車踏板在踩出去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用到的都是大腿後側跟臀大肌 它並不是用骨絲頭 它在踩的時候是這邊在踩到 所以如果這邊的山就不斷 比較實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實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它真的是用這個動作來做 對 所以大腿後側跟臀大肌 那做上鈴深蹲的話 其實是幫助到很多 臀大肌的訓練跟大腿後側的訓練 是一個比較有實質幫助的一個訓練動作 那而且它其實對於你的身材 體型要改變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訓練 那我有問題 你說 這次是那個要三鐵為主 然後就是要加這個跑步 那為什麼要在健身房練 因為在健身房練有一個好處就是 健身房裡面什麼器材都有 沒錯吧 對 你可以做重訓 然後我們也有跑步機 然後也有飛輪教室 那也有靠背式腳踏車 然後紙背式腳踏車 那現在的話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太陽那麼大你要去練嗎 不太想 那你下班了以後呢 晚上了你要去練嗎 在健身房練最大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你沒有時間地點的限制 沒有時間地點的限制 這很重要 你就可以持之以恆 我舉個例子 你今天要安排去戶外騎腳踏車 第一個你要先選擇路線 第二個你要選擇日期 你一到五要上班 你不可能去騎 六日你又要再思考說 禮拜六禮拜五前一天可能有應酬啊 所以比較晚啊 早上起來又幹嘛的 真的很多人都這樣 對 那就會沒有辦法持之以恆 那你健身房最棒的就是 我今天就是下班也可以練 上班前也可以練 上班到一半請個兩個小時特休也可以練 就是先把體力平常就練起來 基礎的先打穩 先把基底穩固好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看好喔 撐起來 好不要動不要急 先往上撐 照我再動作 剛才站不穩 對站不穩你就想動你會甩倒啊 來後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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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天的早上十點鐘 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 我們今天來公園跑步 對 我們在台中現在正有名的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 對 旁邊現在都是觀光客 這裡是可以拍一下 我們現在要跑路線啊 我們請教練就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從這裡 只能從這裡開始跑 跑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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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要鬧了 真正要跑的路線是中央公園的藍線步道 因為平常我們都在 那個跑步機 跑步練習 那今天特地就是來外面 除了看一下中央公園 然後我們也順便去 補你在外面跑步的那個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出發 出發 你準備好了嗎 出發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有點害怕 我要去煮油麥克 OK Ready Go Bye Bye 是假日來這邊跑步蠻 蠻好的 對啊 大家有空可以來中央公園 非常會 下面全部都是雨 我們剛剛在這個遊客中心 然後我們剛才就是跑這個 藍線嘛 這個藍線 然後我們現在就跑到這個 敦化路 沒有北 敦化路二段這邊 那我們問一下選手 戶外跑跟室內這個 跑步機跑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戶外強度比較高 為什麼 那個跑步機 你在跑的時候會有那個 彈跳的感覺 可是這邊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你都要靠自己的那個 要怎麼講 自己的力量去彈去往前推 是這樣嗎 應該是說 跑步機它下面會有一個緩衝板 那我們戶外跑步的時候 這個路它全部的力量 都會回饋回來 所以你在跑的過程當中 兩個東西是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要 帶它來體驗一下 在戶外跑步的感覺 因為如果都沒有去練習過的話 有可能十月去參加這個 三鐵的比賽這個活動 它可能跑一公里 兩公里 它可能就覺得不行了 會很累 不太一樣的那種跑法 對 我們等一下要繼續把它完成 我們要再繼續從這邊 再跑…跑藍線 可能會跑到自我體驗區吧 好 Ready Go 加油 來 我們現在已經跑到這邊了 那現在有到重點嗎 現在還沒 還沒啊還沒 你要折返回去對不對 還沒啊 我跑不了 我跑不了 阿不然叫線車 你以為藍線跑完就沒了嗎 叫線車 我覺得這邊叫計程車應該是可以叫的到 Uber叫一下 對 好 我們現在要回去了 OK Go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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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跑完了 其實真的還好 OK啦 因為有休息 剛開始跑的時候 是真的就是 比較累一點 可是越跑越適應的時候 就很輕鬆 我覺得健身房的訓練還是有差 因為有做心肺 至少不會這麼衝 當然 腿一定是這邊就是外面比較 比較難跑比較累 可是如果是心跳的話 我覺得恢復還滿快的 所以平時還是要去做一些 室內的跑步啊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訓練就 到這邊 對 Yeah 掰掰 掰掰 這什麼啊 欸破掉喔 對啊你看我跑多賣力 都破了 對啊 我不會掉 好 有